聊天必殺技 真的嗎? 為什麼? 你很聰明 小心走 除了要學這幾招的聊天必殺技之外 其實化一個漂亮的妝也很重要 我今天就要示範一下 如果你和你的情人在聖誕節外出 到底可以化什麼妝呢? 想妝更持久 其實我們要保持皮膚的水分 in case 稍微塗 所以要塗好這個潤唇膏 如果你是油性的皮膚 找一個好的primer也很重要 就可以保持妝容15小時也不脫 男生最不喜歡厚粉 所以我們要選一種自然的粉底 很薄很薄 整面塗一層就可以了 紅貓眼又有大眼袋 看上去一點都不精神 所以就要用一個遮瑕度高一點的concealer 幫我們遮瑕它 今天這個妝我想裝可愛一點 我會化這個一致眉 所以在眉底我會畫一條一致 然後再填其餘的位置 想做到白淚透紅的感覺 就要在上粉之前用這個胭脂水 想妝感沒那麼重 我就建議用碎粉 如果你的眼蓋是很油的 記得一定要打底 想自然的話 就一定要選一個啡色的眼線 滑耐眼線就真的很重要 然後我們用一個黑色的眼影 再加深我們的眼線 為什麼用黑色眼影呢 因為我覺得比Liquid 或者其他膏狀的眼線 都更加自然 想我們的眼睛看上去更有神 就有一個啡色的眼影 在下眼線上輕輕地掃上 再用一個很淡很淡的粉紅色 在整個眼蓋和眉骨上掃上 做一個highlight 整個looksweet些 就用一個粉紅色的眼影 在下眼線和眼頭掃完之後 用手指挖開 就會更加自然 用一個粉醬的胭脂 在胭脂水上 我就可以保證你的胭脂 全天都不甩 再塗一個淡淡粉紅色的唇膏 那我們就差不多完成了 不過呢 如果你想我的嘴有玻璃的感覺 但又不想疼到你男朋友的嘴 整口的gloss 我就建議用這個benefit的lookgloss 因為它真的一點都不黏 如果接下來還有活動 不要緊 這個日妝呢 其實很容易就可以轉到一個很漂亮的晚妝 首先我們用粉餅去吸走面上多餘的油光 今次我就會用Estée Lauder的Eye Shadow Duo 這兩種顏色混合在一起 然後塗在眼蓋上 再用一個灰黑色在眼尾畫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然後把顏色帶到下眼線上 然後用一個黑色的眼線膠 在下內眼線畫一畫 再畫一條粗一點的眼線 然後呢我就會用這個銀色的閃粉 點綴整個眼妝 眼妝這麼搶鏡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做一個nude lips 首先我用2-3 quad 把我的唇部遮瑕 再用一個螺色的唇膏 那我們的妝就完成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再集合一個lou pony tail 那你就可以Ready去吃一個 好好味的晚餐啦 拜拜